这一期来看一个英国的纪录片综艺 把十个熊孩子放到一起独立生活会发生什么呢 英国的一个儿童观察了一心理实验 把一群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安排在一栋房子里 独立生活五天 房子里有各种玩具 书籍和吃的 孩子们刚到新房里时异常激动 甩开行李箱吵着嚷着就开始翻箱倒柜 参观完卧室翻出玩具就开始玩耍了 另一些小男孩拿起水枪就开始打水仗了 玩耍中小男孩们进行了自我介绍 他们还根本不敢相信自己获得了这种自由 随便吃喝玩乐 没有家长管 所以在头一个小时里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疯跑 十分开心 小男孩卖客拿起爆米花就开始捣蛋 全部撒在地上 但很快 所有的小男孩都开始搞破坏 拿起水彩笔在墙上乱涂乱画 甚至还拿油漆开始直接涂墙 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 房子的墙壁已经被毁得七七八八了 下午又全员拿起了枕头打架 还有一个小孩 直接把节目组发的相机拍碎了 又过了一阵子 几个小男孩意识到 捣乱之后是要收拾的呀 于是开始刷盘子 试图把墙擦干净 但颜料干了 清洁就毫无作用 到了晚上 孩子们开启了小会 决定给大家制定规则 发现所有小朋友都对卖客有意见 尽管这一晚小男孩们都没睡几个小时 但第二天还是很早就起床了 因为没有什么烹饪技术和熟食 他们靠各种糖类来填饱肚子 有几个孩子很执着的在清理墙面 还有几个孩子不管不顾的把单车骑进了房里 他们尝试起了各种各样的减餐 用微波炉去打热 吃黄油抹面包 吃牛奶麦片等 这个时候屋子也被破坏的差不多了 没有能下脚的地方了 孩子们却有了新的争议 那就是究竟谁要负责打扫 毕竟盘子也不够用了 地上都堆满了 然后小眼镜被选去做清洁 因为大家认为他没怎么做事 调皮的麦克和小金毛住进了帐篷里后 就成为了大家游戏的目标 小男孩们拿着东西轮流砸向帐篷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玩闹 但其实是一种两天积累下来 对麦克不满的发泄 被误伤生气的摔门进屋 也正是这一晚 几个男孩开始说自己想回家了 第三天 关于家务的分配 男孩子们又吵了起来 小眼镜被大家推着开始了洗碗工作 其他男孩开始打水 本以为他们是要一起做清洁 谁知道是为了填满充气水池 再延延夏日玩个水 这一池水也是大多数男孩子们 离洗澡最近的一次 对 他们两天多都没有洗过澡 到了傍晚 他们突发起想又决定要吃个集体餐 于是扛桌子扛凳子 甚至用起了烤箱和灶态 情况并不理想 抹布被烧黑了 烟雾警报器也响了 最终在餐桌分配座位的时候 又小小的争吵了起来 因为谁坐在哪里 也是按照关系和讨人喜欢程度的 孩子们第一次吃上了热热的主食和肉 小眼镜还是被大家安排去洗碗 他默默的干活 越来越难以融入他们 而其他孩子对调皮的麦克 又有了新的惩罚措施 就是半开玩笑似的把他锁在门外 还用跳绳把他捆在了椅子上 然后孩子们分成了两派 吵闹联盟和安静联盟 平日里安静的男孩决定将床搬走 要和其他文静的小伙伴一起睡 调皮捣蛋的麦克 因为几天来都不被大家待见 在房子里东砸西打 夜晚还跑出房子喊叫发泄 第四天 院子里也是一片狼藉 玩具家具都被破坏的差不多了 看起来如同废墟垃圾屋 孩子们决定找心理医生 谈谈麦克的事情 谈心过程中 麦克否认全都是他破坏的 之后其他男孩也不得不承认 他们其实也有参与搞破坏 医生告诫他们 不要针对彼此 而是要学会合作生活 谈心结束 麦克还是不高兴 缩在床上 大家试图安慰他 找他一起玩 可活动最后又变味了 变成了小男孩们拿石头砸刺猬 节目组出面阻止了 因为这伤害了动物 到了晚上 大家都兴致缺缺 毕竟在一个脏乱差的环境里 很难高兴起来 安静卧室的小男孩们就决定早睡 可吵闹联盟的小男孩 决定去恶作剧 一直摔打他们的门 还出言不逊 用脏话嘲讽他们 结果第二天 早睡的安静boy 反击了这群还没有起来的吵闹boy 朝他们起床 互相扔吃的和粉笔 矛盾一下就激烈了许多 已经有男孩开始收拾行李 等待回家了 并表示再也受不了这个屋里的人 大部分男孩都充满着沮丧 临走前的一段时间 熊孩子们去厨房拿出了水果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打杂摔搞破坏 大约都是在发泄着这几天羁押的不满 回家的时刻来临了 投入家长怀抱的孩子们都开心了不少 家长看到了视频的画面 都摇头指责 但也无能为力 许多网友都大呼 看完这个纪录片都不敢生孩子了 这些男孩小小年纪 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多顽劣的事情呢 同时节目播出后 也遭到了许多观众的抗议 认为这么小的孩子 不应该面对诸多刻意安排的情绪环境 比如无人监管 无人照顾让他们自由发挥 这会对孩子们的心理有影响 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凑在一堆 如果没有恰当的监管 可以说他们的破坏力真是堪比霸王龙啊 各位小伙伴怎么看呢 我是丁丁猫 关注我下期见